在地球每一个角落 壮观的雾后变迁 和亿万年的时光流转 造化出了神奇的植物群落 和奇妙物种近距离接触 感受生命的壮美与奇迹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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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睡莲多年生福叶型水生草本植物 花朵硕大浮予水面 是少有的花开水面却有色彩斑斓的植物 当睡莲还是花蕾的时候 它们平静地生长在水面下 随着花梗不断增长 花蕾也逐步成熟 漫长的蛰伏之后 终于迎来了一次爆发 睡莲们挺出了水面 可以真正接受阳光的洗礼 在几天短暂的花开之后 它们会再一次沉入水底 孕育新的果实 许多花一生中只绽放一次 但睡莲却与众不同 在开花的这几天时间里 它们每天都会绽放一次 清晨开花 入夜闭合 天天如此 直到最后花朵雕尾 仿佛睡莲的体内 安装有一台精准的时间调节器 能够控制花朵开合的节奏 正因如此 清晨是一天中 观赏睡莲的最佳时刻 很多摄影发烧友 扛着长枪短炮 早早地守候在水面 莲华初战 清香满园 可是人们很快发现 许多睡莲的花朵里 竟然都躺着蜜蜂的尸体 蜜蜂被认为是植物最重要的传粉昆虫 如果没有蜜蜂传粉 植物繁育后代的规模 就会大打折扣 杀死蜜蜂对于植物而言 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 可是睡莲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带着疑问 地理中国设置组 随同专家 前往广州攀渔区考察 攀渔区 密属于广州市 位于广州中南部 考察组了解到 广州攀渔地处华南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夏季湿热多雨 据此考察人员猜测 会不会雨季到来 蜜蜂把睡莲 当作了避雨的港湾 却不料 睡莲的柱盘里充满了雨水 蜜蜂不小心 失足跌落呢 随同考察的植物专家 否定了这个猜想 专家提取了 睡莲柱盘里的液体 并进行了化验分析 结果显示 柱盘里的液体 并不是雨水 而是睡莲柱头 分泌的液体 植物专家告诉考察人员 睡莲花蕊柱盘中 液体的存在 赋予了花朵独特的美感 在日光照射下 这些液体 会将光线全数反射到周围的花蕊和花瓣上 正是这束夺目光芒 不仅使得花朵 呈现出极为清晰的轮廓 外观和层次 还是叶片和花蕊 呈现出半透明的润滑光泽 和极高的色彩饱和度 仿佛 仿佛烧制过的五彩琉璃一般 晶莲透亮 但同时 这些液体对于昆虫而言 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的陷阱 一旦昆虫在采湿花蜜的过程中 不小心掉到盛满液体的柱盘里 将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 可是在其他花朵 争香用缤纷的颜色 诱人的气味 甜美的花蜜 来吸引招待昆虫时 睡莲为什么要杀害 为自己传粉的红娘呢 这样的奇特行为 会不会影响睡莲的繁衍呢 第一天花朵开放时 磁蕊先熟 需要借助昆虫来传粉 这时有的小蜜蜂会不小心 侮辱中间的分泌液种 小蜜蜂随身携带的花粉 会释放在分泌液种 完成传粉的过程 但是可惜的是 这些小精灵最终会被淹死在里面 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 以牺牲红娘生命为代价的传粉过程 专家说 通常美猪睡莲需要诱杀两到三只昆虫 才能确保昆虫身上携带的花粉 让自己顺利繁育后代 诱杀行为背后 是睡莲为了实现自己繁育后代的执着努力 可是睡莲为什么要选择 选择如此奇特的传粉方式呢 将为自己传粉的红娘淹死 睡莲对待昆虫的方式看似残忍 其实是在为传播后代争分夺秒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 进入花期之后 睡莲每天都会绽放一次 清晨开花入叶闭合天天如此 也就是说 睡莲有一半的时间 花是闭合的状态 这就让它和大多数始终花朵绽放的植物相比 少了一半的传粉的时间 所以睡莲格外珍惜花开的每一分钟 不会防护 每一个得到花粉的机会 可是睡莲为什么会如此与众不同呢 又究竟是谁为睡莲安装了 晝开夜合的定时开关呢 对于睡莲 吴福川进行过多年研究 他告诉考察人员 睡莲花瓣之所以会在一天之内张开闭合 与太阳光息息相关 原来睡莲本身对光照非常敏感 清晨 睡莲花瓣的外侧受到阳光的照射 生长会变慢 而内侧背阳又会迅速展开 这时睡莲的花朵就会展开了 中午 睡莲的花朵会伸展成一个大圆盘 这时花瓣的内侧受到阳光照射 生长变慢 而外侧正好相反 生长的速度变快 就会使睡莲的花朵慢慢闭合 专家介绍 有一些睡莲 柱盘并不分泌液体 但它们依然会利用花朵张开闭合的特性 将昆虫关押起来 这样昆虫在被关押的时候 可以对睡莲进行充分的传粉 等睡莲的花苞再次展开时 昆虫才能逃出牢笼 囚禁或诱杀昆虫 看似残忍 却是睡莲为了繁育后代 不得不做的选择 然而有些植物 却以捕食昆虫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 是真正的昆虫杀哨 浙敏梁省交界处的乌岩岭 这片杳无人烟的原始森林 是一处天然生物基因库 兴兴玉丽的乌岩木林 芳香扑鼻的黄山木兰 以及艳丽动人的毛高菜 几乎所有的毛高菜 都有高于植株的细长花精 五片花瓣对称方式生长 花朵很小 毫不起眼 但是它们却拥有 与外貌相反的生存技能 专家告诉考察组 毛高菜属于食虫植物 食虫植物让人听起来 就觉得有一丝恐怖 它也拥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家族 毛高菜是其中的一个大树 它们形态各异 分布于世界各地 我们现在处于浙江南部的一个山谷 山谷间云雾缭绕 空气中的湿度非常的大 旁边湿入的岩石上长满了青苔 上面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 它的叶层连作状排列 叶上面它没有消化完全的昆虫的残骸 这就是一种食虫植物 使叶毛高菜 专家介绍说 池叶毛高菜的外貌极具欺骗性 它的身上布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 如此美丽的枝叶 让经过的昆虫无不动心 一旦昆虫抵挡不住诱惑 前来复验 一场猎捕行动就将上演 宾客还没大块朵頤就被粘住了 他恐慌地竭力挣扎 却只能让它被粘得更加牢固 逃走已经绝无可等 这是毛高菜在亿万年过程中 进化出的生存本领 在专家的指引下 考察组看到 毛高菜叶片边缘 布满了线毛 线毛能分泌出一种特殊的粘液 这些如同蜜汁的粘液 释放出浓郁的香气 对昆虫而言 这是无法抵挡的美食诱惑 当昆虫品尝蜜叶时 会发现这粘液如同浇水 根本无法挣脱 它们的挣扎越激烈 毛高菜的动作就越快 转眼间 毛高菜的叶片 就会全部翻卷过来 将猎物紧紧裹住 在这个致命的拥抱过程中 毛高菜还会分泌出 消化昆虫的蛋白酶 使昆虫逐渐解体 十天后 当毛高菜把猎物 完全消化吸收后 叶片和线毛又重新展开 开始新一轮诱补 同处一个星球 同样享受着阳光与路的滋养 毛高菜为什么会拥有 不同于一般植物的特性呢 经过雨水的葱刷 图案中的养分已经极其的匮乏 在这种严苛的生存条件下 毛高菜进化出了捕虫的策略 通过捕食昆虫 它能够获得自生生长发育 所需的氮元素 专家解释说 食业毛高菜生长在缺乏氮元素的 土壤环境中 而氮是植物生长的主要养分之一 植物完成光合作用 所需的叶绿素 都是含氮化合物 它能把光能转变为化学能 将二氧化碳和水最终变为 葡萄糖促进植物生长 当无法从土壤中获得足够的氮元素时 食业毛高菜转而进化出捕食昆虫的绝迹 来进行补充 而更为精巧的是 食业毛高菜让自己的花朵凌驾于植株之上 这样就巧妙地避免误食那些帮助受粉的昆虫 同时也能将种子散布到更远处 食业毛高菜长长的花精 区分开了传粉的昆虫 与被当作食物的昆虫 花朵的精心安排 为自己的生存繁衍 做好徒弟 在自然界强大的生存压力下 池叶毛高菜 为了适应特殊的环境 不惜将叶子进化成捕虫器 破解生存困境 花朵是被子植物进化出的最美最重要的器官 它们有美丽的外表 芳香的气味 这些都足以吸引昆虫等动物 来帮助它们传粉 繁育后代 可是在植物这个大家庭里也有另类 它的花朵以人类的审美来看 用丑陋形容 毫不为过 而它的气味与芳香更是有着天壤之别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植物呢 在云南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的热带雨林里 每年的五月 油饼魔芋的花絮就会从地下冒出 随后绽放成一朵 犹如面盆大小的紫色巨花 花朵上有着各种 如波浪般起伏的奇怪沟壑 显得颇为诡秘 这个油饼魔芋的花被吃为佛宴包 主要有几部分组成 一就是外面这个包片 另外就是里面这个花蕊柱 上面是一坨腐鼠 像大象的粪便 这坨的下面有一段像这个椅子的 这一段是它的这个雄蕊 现在还没有成熟 花样还没有散出来 再下面就是它的雌蕊 虫子先来的时候就给它的雌蕊产粉 如果说油饼魔芋 花朵的外形是独树一致 那么花朵的气味则完全打破了 人们对花香的普遍认知 哇 非常的臭 它会散发出一股腐臭味 在大多数人看来 气味芬芳是各种花朵的共性 也是它们吸引昆虫 为自己传粉的一种方式 而现实中 在植物界 并不是所有的花朵 散发出的都是 沁人心脾的芳香 比如 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的 攀枝花酥铁 就有着不同寻常的气味 酥铁 酥称铁树 因为材质密实坚固 是中国栽培极为广泛的观赏树种 而铁树被众人所熟知 却是因为它难得一见的花朵 铁树种下后 通常需要至少十年的时间 才能开花 如此难得一见的花苞 被中国人赋予了 吉祥和瑞兆的美好寓意 铁树是紫雄易珠 二者会相隔一段距离 需要依赖动物进行传粉 每到花期的时候 攀枝花酥铁的熊球花和瓷球花 都会释放出一种近似茴香的气味 这种气味虽然不是贵妇兰香 但对于橡皮虫来说 却是美食的信号 这些橡皮虫 只有米粒的四分之一大 它们最小只有几毫米 最大可以长到十厘米 然而鼻子却占了一半 令人不由得想起 大象的长鼻子 因而被人们称为橡皮虫 贪吃的本能 让橡皮虫不顾露出遥远 爬到苏铁上 并在瓷珠和熊珠间不断穿梭 它的觅食之旅 与不经意间 帮助苏铁进行了传粉 近似茴香的气味 虽不够芳香 但尚可接受 可是什么动物 会青睐油饼魔芋散发的恶臭呢? 专家告诉考察组 等到夜晚降临 秘密就会揭晓 夜晚 考察人员再次来 十辅甲虫 他们大部分以动物尸体为食 因此 油饼魔芋散发出的腐臭味 恰恰是十辅甲虫喜欢的气味 当十辅甲虫被气味吸引来 停在油饼魔芋的包片上时 光滑的包片会让它们无法立足 几亿滑坏到花朵底部 这逼迫他们只能沿着瓷锤一步步向上爬 这时候 如果十辅甲虫携带着别株油饼魔芋的花粉 伟大的繁育后代工作就此完成 更为神奇的是 油饼魔芋的熊蕊总是会比紫蕊晚成熟几个小时 在几个小时之后 当师傅甲虫爬到熊蕊的时候 熊蕊也成熟了 散出花粉 他们又会携带上这株油饼魔芋的花粉 开始他们的下一段传粉之路 谁能想到 看似令人厌恶的油饼魔芋 却是精确控制甲虫行为的大师 他们通过释放 令师傅甲虫喜欢的气味 引诱他们进入自己设置的花朵陷阱 来实现传粉 同时还通过调节子蕊和熊蕊 不同的成熟时间 来配合甲虫行动 专家说 师傅甲虫与油饼魔芋之间 这种共生进化的关系 早已存在了数百万年之久 这也是油饼魔芋生存至今的奥秘 无论是睡莲 毛高菜 还是铁树油饼魔芋 在看似安静的植物世界里 它们奇特的颜色和形态 并非巧合 而是别有用心的伪光 从热带雨林到甘南草丸 从甘热河谷到高原湿地 无论是阳光雨露 还是雨雪风霜 华夏大地四季轮回 各种植物竞相生长 开花 结果 成熟 衰老 死亡 留下种子 进行新一轮生命过程 这是植物生命的 光美与奇迹 从距今一亿四千万年前 地球上第一朵花诞生到现在 开花植物已经成为植物界当中 当之无愧的王者 为了吸引昆虫前来传反 它们或释放气味吸引 或模仿潮雪引诱 或改变构造配合 花朵们进化出的 让昆虫驯服的神奇策略 极大地提高了 开花植物的多样性 而人类虽然错过了 花朵的诞生 但是在上百万年以来 人类从有花植物那里 收获了多种多样的帮助 在食品 医疗 建筑 环境 乃至精神领域 这些怒放的生命 都对人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花开花落 花谢花飞 有花植物 这个大自然的精灵族群 用花朵宣告着 对其他植物的超越 用绽放彰显着生命的顽强 和美丽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川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